吸气郭郭,吸郭郭超厉害,力气超大 你有这么多哥哥啊 对吧,阿宝有那么多郭郭 奶团子小胳膊尽力张大 还有那么多舅舅,阿宝的舅舅就是一些大将军 这都快给人家被家谱了 盛民宣仇坏了,又不舍得打断团子的快乐 好了,堂兄,咱们快一点 七皇子很听他的话,瞬间双腿一蹬 加快速度,从众人面前飞快划过 后头霍晨招和周行果远远看着 马车驶出去一段路,七皇子还回头看了他一眼 凭什么你是漂亮哥哥,我就是黑叔叔,我黑吗? 好吧,我是有一点点黑,可我老吗? 我一点都不老啊,我只比你大五六七八岁而已 霍晨招扫了一眼周围的人,低声道 行了,走了 两人快速上了马车,直到驶出城 你刚才跟那个人说什么了? 霍晨招微微摇头,没有回答 你说说,这么久没动静 端王府这个线,打不上了是不是? 也是啊,堂堂的端王府,什么厉害人没有 咱们的方子,有可能根本到不了端王爷面前 那是不是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 打不上端王府,未必是最坏的结果,怕只怕 什么? 怕只怕,已经有人查出了我们是谁 查出了当年的事情,为了保护那个人,会对我们斩草除根 周行果倒抽了一口凉气,瞪着他 另一边,阿宝一行人终于到了大皇子府 虽然小马车有点奇怪,但真到了这种富贵场上 没人敢说半句不好听的 纷纷赞小马车好看,又赞阿宝可爱 阿宝 团子已经很久没见四皇子了 一见是他,顿时开心起来,在车里朝他伸手 四哥哥,阿宝想你了 四皇子应了一声,加快步子 谁知才刚走了几步,旁边忽有个小小身影追了上来 一把抓住他下摆 四哥 四皇子低头一看,微微一愣 是齐王府的圣玉龙 四哥,抱 四皇子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 四皇子跟圣玉龙不熟 毕竟齐王爷如今虽然人在京城 但他是有封地的藩王 四皇子傻了,才跟他们府上多交往 倒不是连抱抱孩子也不行 可圣玉龙已经七岁了 一个女孩家,他又不是亲兄长 也不好说抱就抱啊 所以他才没动 团子虽然人小,但他又不傻 一见有人跟他抢四哥哥 当时就急了,忙不迭地下车 跑了过来,张着手手 四哥哥 抱阿宝,抱阿宝 四皇子毫不犹豫地一伸手 就把阿宝抱了起来 圣玉龙身体一僵 头深深埋着 谁也看不清他的神情 四皇子就伸手 在他头上轻轻拍了拍 玉龙,一起进去吧 不,不了 玉龙还要等兄长过来 四皇子恩了一声 也没多说 就抱着阿宝进去了 圣明轩嘱咐了自家下人 先把小马车送回家 也与七皇子一起进去了 圣玉龙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一直等到门前的人都走光了 才慢慢抬起头来 小女孩堪称清秀的脸上 爬满了其恨和怨毒 完全不像一个七岁的小姑娘 还不走 巴巴跑上去 你不是以为四殿下什么人都肯哄吧 他发出一声痴笑 大步往前走 圣玉龙迅速低下头 遮掩了自己的神情 好一会儿 才默默跟了上去